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快要農曆七月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有什麼地方很容易撞鬼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柴灣 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非常之陰森恐怖 因為這裡有一條陰屍路 為什麼有一條陰屍路?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地方非常之恐怖 我也有一些親身的恐怖經歷 分享給大家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到農曆七月的日子 有人會開始研究一下香港 哪些地方很猛鬼 如果有人覺得要數香港這麼多區 有哪些古靈精怪撞鬼實錄 大家可能經常都會去的地方 可能不知道 這次我找了一大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會有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在柴灣 我也有親身經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到這個位置 有人會說 柴灣也有陰屍路嗎? 可能有些朋友住在那區 有些人不是 但到了清明重陽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哪些地方最多人 去祭祖拜山 你就會知道 那個地方一定會有很多墳場 等等 其實柴灣也是一個非常之熱點 如果大家住過 或者你見過 或者有去過 在柴灣 柴灣可以很有趣 其實它一邊對著海 但同時它有一邊是很高山 其實柴灣是很多地方 是填海填出來的 其實柴灣更加 柴灣更加 柴灣小西灣 這樣說 就不是叫小西灣 那時候叫西灣 那裡是英軍軍營 還是情報基地 其實柴灣也有很多歷史 當然 也會有很多鬼故出現 我自己也親身一些恐怖的經歷 好了 到了這個位置 有人就問 那你剛才說的陰屍路 就在哪裏呢 因為 其實香港 地小 有很多地方 都是跟這個 生人 楊澤 甚至乎陰屍 都很近 尤其是 在柴灣 我相信 有些地方 有人一定知道 哪裏後面就是 就是這樣 其實在柴灣這樣說 你有很多公屋 很多公屋 都是包圍著山邊而建的 有很多景 都是墳場景 看得到 其中 講到 我覺得一條路 如果你晚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上去 不知道你夠不夠膽上去 都很陰森 如果有人不知道 你可以打開地圖看看 如果你由柴灣 連城到出發 可想而知 精彩了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那條路 除了 有高樓大廈 好像有居屋 還是公屋 也是通往各個墳場的必經之路 又會上去 有人這樣說 有些人會穿 其實那條路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甚至入到石澳 左兜兜又兜兜 你可以進到大浪灣 很厲害的 其實那裏是四通八達的 但是沿途 那裏有很多不同的墳場 更加有不同的靈灰角 所以我覺得那裏 在連城住 那裏有橫翠 那裏有橫翠 也有一堆居民在那裏住 我經常覺得那裏 晚上沒有車 沒有車 沒有車經過 很大膽 那你沒有那裏 你都不會走那裏 因為 如果你由連城到 即是由橫翠那裏 慢慢走上去 日後你就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不同的石廠 做石碑那些石廠 但是晚上 那裏都下班了 那裏都整齊齊的 那裏都非常恐怖 其實我試過有一次 跟朋友 在柴灣跑步 有一晚 他突然不知道抽起哪條筋 那裏就叫我 喂 嘗試跑 這個泳池後面 可能到這個位置 有些網友不知道 因為你不熟 其實柴灣有個柴灣泳池 柴灣泳池 它背著一堆山 所謂的對著一堆山 對著一個 它不是墳場景 它是山 後面有一堆山 其實有很多路 可以上到歌連神角度 其中有一條路要穿過 這個泳池隔離 有一間中學的中間 就可以有條小路 抄上去 這樣不停爬樓梯 那就爬著爬著 就會爬著 上去歌連神角度 其實歌連神角度 很長 可以去到懲教所 去到石澳 總之四通八達 但沿途可以告訴大家,那裡有很多不同的地段,也有很多不同的墳場 有歌連神國的香港軍人墳場,也有華人永遠墳場 一邊就去到大譚的懲教所,另一邊就可以去小西灣歌連神國的炮台為止 其實都是很長的路段 那天晚上,我還記得我跟朋友說,跑那裡嗎?跑吧 我說那些位置沒什麼燈,那要不要戴著眼睛燈去呢? 黑暗暗地撲死它,有樓梯又要成,於是一人一眼頭燈 我出發的時候,我都特意試一試,有電,好 好了,去到集合的地點,大家做熱身 做完熱身的時候,準備起步,亮燈 咦?為什麼眼燈有光,突然很暗? 心想,不是吧?沒有電的 這麼嚴重?這樣就算了,別管了 其中我有個朋友有電的就行了 好了,一眼頭燈走天涯了 心想,不是吧?自己尾步而已 玩這樣的東西,自己在柴灣住了這麼多年 知道那個位置上面,後面全部都是墳場 還要晚上沒有燈 真刺激,這個跑步 好了,別管了,於是就上去跑 好,開頭,我都沒上過那裡跑 那條路都算是平坦 沒有車,人影都沒有 我跟另一個朋友一邊跑一邊聊天 偶爾跑得很快,聊聊天 好了,一邊看著小西灣 晚上曼家燈火,很光彈彈的 又未去到黑彈彈的 但是另一邊就是山頭 其實你沿途跑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零灰角 可能關門 其實如果你看回地圖 你上面一排的全部還永遠奮場 你想想一群先人看著你,在下面跑步 哇,認真大膽 好了,跑到一個位置 開頭都沒什麼 他去到一個位置,有一個休息亭 我們差不多進去小西灣 然後就說,不如在那裡調頭 然後沿著過年神惡度 跑回到連城道 做一個圓結 很短的,不長 好了,休息一下 然後回頭 回頭跑,同樣地在聊天 開始回程的時候 溫度有些不同 因為陰的地方 就會涼 有些風 哇,有點冷 一邊跑一邊跑 然後 更加出現了一些霧 然後我跟朋友說 喂,你的頭燈夠不夠力 起霧 我說一有車上來撞死 可以了,搞到最光了 好了,直射 我們向前方直射 有一陣很薄的霧 又不是很濃的 夏天,大熱天時 怎麼會有霧 好了,繼續跑 經過一個地方 大家其實都不是跑得很快 因為怕真的跌倒 大家在聊天 跑一下,我就突然聽到 tapered 好像有人開窗的聲音 然後我們立刻停 停了 看了,是什麼事 從哪裏傳出來 為什麼會有人開窗 在這裡 然後我們站到 周圍持手 並不見 然後又起步,然後在草堆中發生 我心想,不是吧?什麼事啊? 有人問,是不是野豬? 其實那段時候,野豬未有那麼頻繁 這件事真的可以跟大家說,未有那麼頻繁 在疫情之前,還要告訴大家 我還蠻肯定不會是野豬,因為那些聲音完全不是大型動物發生 然後我跟朋友說,好像不太對腦,這些是怪聲 然後我說是,然後我問,會不會看到一些蝙蝠、鳥 大家看看,天空又沒有東西 看看旁邊的草堆 正常如果我們的燈一照下去,應該會有東西走掉 又沒有 但那些聲音又繼續在心想 不是了,雖然這裡我們住了那麼久 但是這樣的時候走上來,可能會打擾別人的清夢 我說有怪莫怪了 街坊不要見怪,各位 然後我們跑完就走了 我們現在走了 然後我跟朋友說,我們繼續跑了,走了 好吧 如是者跑了 又繼續有些雜聲 這次不是啪啪聲 在草和樹的中間有些怪聲 嘆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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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嘆 我心想,還來還追著 好吧,於是繼續 不要理會了,加快我們的步伐 嘩,不停跑,不停跑 於是,嘩,不停衝 心想,不對勁 我說,快點走 於是,因為開始下山了 那段時間當然是Turbo 後來,因為經過歌連神角度 你轉到連城那裡 其實已經有很多高樓大廈 很多屋子在那裡 那裡有萬家燈火 跳著,就沒那麼害怕 後來一字字地衝出去 嘩,真的不是開玩笑 兩個跑到咻咻咻咻咻咻 去那條斜路 有些人氣的地方 才敢停下來 當然我們看不到什麼古靈珍貴 但是在那裡說 其實剛才那些什麼聲音 我老友就說 會不會是野豬 或者是那些動物 我說沒有理由 那些聲音不是這樣的 何況有些什麼 踩到什麼聲音 那裡 下山的了 我說如果你走過去 滾了下山的了 滾回到環翠的了 那裡 我說怎麼會有 有些好像 紙皮啊 還是那些 鐵板在動作的聲音 我說怎麼都好 不要想那麼多 我說下次你別叫我上來跑 跑回到街上就算了 待會你嚇死了 所以 這條路 因為你又沿途又要經 其實很老實 晚上 就算我 你問心一句 你叫我單坑自己上去那個地方 我都未必夠膽 因為始終 有很多不同的墳場在那裡 其實某程度上 感覺都很陰森 試過 日後 都試過在那裡跑步 因為很大霧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是環境的問題 除了說 柴灣之外 其實 有很多地方 都是非常之 出名 猛鬼的 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不要你以為只是公屋 原來 說到一個非常之多人去的地方 金山郊野公園 都試過有些 叫猛鬼實錄 在很多年前 有一對情侶 試過在這個金山郊野公園燒食 走到附近一條溪間 就說在溪間附近 就聞到一陣陣香味 她好心 於是就走過去 八卦 問一下 索一下 咦 為什麼 沒有人燒烤的呢 好了 於是 繼續看 看看 竟然 發現那些香味 是從膠袋走出來的 咦 這麼有趣 裡面有些什麼呢 兩個人 拿著樹枝撩開了之後 竟然 發現了裡面有一塊燒肉 最恐怖的就是 燒肉旁邊 還有些手指腳指的人體殘骸 嚇到兩個人 雲坯發散 即時報警 哇 真是 好了 經過警方調查發現 原來是一間燒立浦的老闆娘 這件事件 非常 恐怖 原來 燒尾檔 老闆 懷疑有出軌之嫌 將其中一間分店交給第三者 打理 市頭婆發現之後 於是 弄了六角大風上 大打出手 而這位小三 最後更加用刀斬死的老闆娘 後來 不想被人知道 就用這個燒肉形式煮熟 將整個頭 炸熟打爛 因為大義 將一袋 殘骸被路過的情侶發現到 才將這件事曝光 好了 自此之後 只有人逃過 走過金山郊野公園這個案發地點 就會發現到這個小溪 周不時有個女人坐在這裏 雙手在溪邊來回地動 問一下老人 我的頭 把我的頭拿回來了 嘩 好了 另外 和合石也是一個非常多人會去拜山的地方 原來講到試過一位的士哥 試過夜晚 塞了一個 淺色衣服 穿著淺色衣服的女生 他開車 開車之後 司機就問客人 你想去哪 誰不知 那個女人 就跟師傅說 即行啦 即行就行了 開頭 司機就沒有什麼理會 於是跟著指示一直去了 過了一會 司機就問他 你究竟想去哪 於是 再看一看倒後鏡 咦 沒有人的 開頭 司機以為 倒後鏡的中鏡 放得不正確 後來發現原來不是這樣 那究竟是怎樣呢 好了 司機就說 喂 小姐 究竟你想去哪 這樣 心想 不是吧 好了 司機開始腳震了 然後把車停下來 然後就說到了到了到了 這樣 他開門 他竟然 感覺到 後面陰風飄過 而後面的 乘客位 擺了一疊陰獅子 嘩 嘩 那麼 恐怖 所以 你只是說這些地方 有很多這些猛鬼實錄 當然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的鬼故 有時間 逐一跟大家研究一下 今次分享一下我的親身經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 香港 究竟有哪些地方 有很多 你覺得是陰界必經之路 那些地方會特別多 陰氣聚集 一起研究一下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